欢迎各位参加2015年慈济学校暑期国际交流分享会 10月3日分别由慈济大学以及慈济科技大学组成的25个职工团队 在花莲景寺金社进行慈济学校暑期国际交流分享会 请先向大家挥挥手 这次活动分为两个论坛 以团体竞赛评分的方式 各选出两队优秀的队伍 在下午与大家分享 那我们也知道我们时间有限嘛 不可能去走那么多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就是给你的经验分享给同学 那同学好像也去做了一次 然后你的心得也可能在不知不觉 启发了其他的同学 除了论坛竞赛也设立了静态展 相互交流学习 看见彼此的成果 我今年去参加的NIFIA 2015 一学院国际志工团队 我觉得最主要是学习聆听 然后学习跟大家分享 对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在良性的竞争中 学会聆听 透过经验的分享 教学相长 往内去反省 如何让自己提升 然后自己的能力更好 发挥更大的良能 趁着年轻的时候 年轻真的不能留白 趁着年轻多看多学习 借由职工服务 丰富大学生活 记者谢云珊 郭嘉维 慈济禁思军社报导